明明人生有那么多遗憾 人们却依然能面带着微笑 关于亲情、爱情、家庭和相仇 这绝对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影片 影片讲述了一个旷工家庭的变迁事 既温暖感人 又带着挥之不去的哀愁和无奈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二龄波节修馆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部 非常感人的电影《青山摧骨》 故事发生在威尔斯的一个梅框小镇 电影的男主秀伊 出生在一个梅框工人家庭 他是家中最小的男孩 上面有五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每当父亲和哥哥们领完工钱下工时 母亲就会坐在门口 等丈夫和儿子们将工钱交给自己 然后姐姐哈特就会忙前忙后准备热睡 让父亲和兄弟们情绪每回和一天的疲倦 秀伊也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比如给父亲递上烟斗 作为一个信仰虔诚的家庭 参迁的祈祷也是必须的 而且祈祷完以后 所有人都要等老父亲摩根开动时 他们才能开吃 虽然老摩根非常威严 处处彰显着一家之主的风范 但他也是个慈祥的父亲 会定期给孩子们分发联用钱 就连联用的秀伊 也会因为唱作家务得到自己的零花钱 每当这时就是秀伊最开心的时刻 她会立刻跑到附近的糖果店 买一些自己爱吃的东西 就在这天 秀伊第一次见到了美丽的布兰文小姐 布兰文刚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 正要拜访秀伊父母 这个阳光美丽的姐姐主持让秀伊有点莫名的喜欢 随后他才得知 原来布兰文已经和哥哥艾佛定了婚 艾佛长得人高麻大 就是憨厚腼腆 有点不解风情 不过作为一名矿工 这种性格倒也算不上什么缺点 随后不久 艾佛就和布兰文就行了婚礼 结婚以后 艾佛就按照传统搬出了家 独立门户 不料没过多久 由于当时很多钢铁厂倒闭 大量失业人员游入煤炭业 结果导致宽工的工资一降再降 几乎难以再为之生计 当时老摩根认为 当下的苦难只是暂时的任人就行 但是年轻其生的儿子们却对此非常不满 他们想阻止工会 向老板争取权益 但保守顽固的老摩根 近日儿子在家谈论社会主义 可是没过多久 儿子们和老摩根的矛盾 还是愈远愈烈 最终除了年少的休伊以外 其他四个儿子也毅然离开了家 决定到外面各个各的 这个子女众多的家庭 现在只剩下休伊和老两口为伴 后来矿工因为生计所迫 最终还是决定集体罢工 罢工一直从秋天直去到冬天 也不见解决的迹象 曾经一脸干尽的矿工 如今一个个就像丢了婚一样 情绪低落 满满愁容 贫穷和饥饿让他们丧失了理智 开始寻找发泄的口子 他们把矛头对准了休伊的父亲 认为他和老板是一伙的 毕竟他当初反对过罢工 这时休伊的母亲勇敢地站了出来 在矿工的集会上 母亲慷慨陈词 指责那些欺负自己家人的人都是懦夫 她的丈夫做了一辈子矿工 纵然和大家意见不同 但她也是为了雇佣着想 绝对没有和老板航歇一气 最后母亲喊警告大家 如果谁对自己丈夫下毒手 她保证会亲手撕了男人 不料就在回家途中 母亲和休伊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 好在矿工们及时发现 这才把两人救了出来 母亲的情况倒是并不严重 只需要静养时日就行 但休伊的腿骨受伤严重 很可能今后将无法走路 后来在本地牧师洛夫的开导下 休伊这才渐渐燃起了希望 洛夫牧师和送了休伊一本 接引导帮她打发时间 同时也能鼓励休伊像书中男主一样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 姐姐哈特非常感谢罗夫牧师 便要求她抽空到家吃饭 其实在爱佛结婚那天 这位儒雅粉中 愤怒翩翩的新人牧师 就让哈特颇为心动 以后的一段时间 家嫂布兰奇常常为休伊读书 休伊的日子也不至于太过无聊 有时她也会和楼上的母亲 通过敲击地板互报平安 看着休伊一天天好起来 姐姐和家嫂都为她感到高兴 就在这个春天 母亲已经可以下床走路 她亲切地告诉休伊说 休伊有天一定也能和她一样 这是在罗夫牧师的调解下 老摩根和矿工的误会 也终于年效云散 那些曾经敌对他们的公友 现在也纷纷送来了祝福 就在这时 其他四个儿子也从外面回到了家里 这件事过后 哈特越发对罗夫牧师充满了感激 两人的感情也进一步升温 虽然罗夫的表白非常羞涩 但哈特还是给了他回应 在牧师罗夫和老摩根的温旋下 这场矿日持久的罢工终于结束 只是可惜的是 矿场要不了这么多人 有一部分工人只能被拒之门外 老摩根心里非常内疚 但这种事情他也是毫无办法 毕竟当下的失业人口非常多 后来有天 摩根的两个儿子决定取出来 催泪父亲那里的钱 然后一起到美国闯荡 其他两兄弟也都很支持 甚至想把自己的也给他们 虽然两人非常感谢 但他们只想拿自己的部分 这时母亲自然有些伤感 但他也知道这都是难免的事 就在这天 大儿子艾佛突然收到女王的来信 原来一直酷爱合唱的艾佛 得到了一个天赐良机 他可以率领合唱团 到宫廷为女王演唱 老摩根自然非常高兴 立刻让儿子准备酒菜 今晚他要来一场聚会 共同敬怒这件广东要组的事 两个哥哥离开以后不久 修一的腿上经过几个月的休养 也已经痊愈 在罗夫的鼓励下 他终于可以迈开步伐 自己走路 罗夫还鼓励修一 遇到挫折时 就向上帝祈祷 这会赐给修一无穷的力量 让他战胜一切的艰难前逐 最终他也会像父亲一样 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后来有天 一个冷酷的教堂直士 指责一个女子犯下了大罪 因为他未婚生育 这种行为败回了道德 也协读了信仰 看着那个女子可怜无助的样子 哈特突然站了起来 通把教堂直士是个伪君子 他还质问罗夫为何修守旁观 让一个弱女子当中收入 在善良的哈特看来 女人的爱情何所知有 即便是耶稣本人 也不会这般指责一个女人 但是这件事 罗夫的确有些为难 毕竟在当时的教会看来 这种行为的确很无道德 后来有天 矿场的老板突然登门造访 原来是老板的儿子斯特姆 看上了老摩根的女儿哈特 他这才特意登门提前 虽然老板的儿子斯特姆 看起来有些傲慢冷酷 但毕竟人家的条件太好 父母最终还是同意那次事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哈特早就已经爱上了罗夫牧师 哈特不是一个嫌疲爱妇的人 他从未想过加入豪门 为了爱情他宁愿和罗夫过清明的日子 也无所谓 但是罗夫却说 自己当初决定做目视时 就已经打算为了别人的幸福 放弃自己的一切 他可以忍受这种幸福的日子 但不希望哈特也这样过 哈特听了以后非常失望 但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罗夫 事已至此 哈特只得按照父母意思 嫁给了斯特姆 随后不久 在罗夫牧师的教导下 修医通过了考试 成了家里第一个能上公立学校的人 但因为修医来自宽宽家庭 不免在学校遭到了嘲笑 特别是这里的老师 十分看不起宽宽子弟 后来一个满横的同学莫菲 喊杂回了修医的文宇和 修医气不过就和他动心拉手 结果身体高他一头的莫菲 就把修医给揍了一顿 回到家后 修医只说自己摔了一跤受的伤 哥哥们自然看得出来 修医打架时没有答应 不过修医也非常顽强 即便如此 他明天还想去学校 老摩根听后非常高兴 他于是告诉儿子说 从今以后只要他和别人打架 每受一触伤 他就给修医一个辨识 伤越重给的越多 母亲自然不高兴 丈夫这么教育儿子 他反对任何暴力 可是老摩根固执极见 他说儿子如果不懂得反击 一辈子都会被人踩在脚下 老摩根于是叫来一个 懂拳击的工友 教授儿子拳击 这个办法固然很灵 后来身体瘦小的修医 在和别人干架时 即便对方比他强壮很多 修医都能凭借拳击技巧取胜 只是被老师发现以后 老师也不问青红皂白 就把修医给打了一顿 不过这时 那个看不起修医的人 已经开始配合修医 家人得知此事后 本来想去找老师理论 但修医不想这么做 毕竟是他自己打架 违反了校规 修医的拳击师父看不过眼 于是就和好友来到学校 把那个看不起矿工的老师 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他一边打 一边还向学生讲述 拳击的各种技巧 早就对老师不满的学生 竟然还听得尽尽有味 就这样过来一段时间 有天每况发生了严重的事故 老摩根的大儿子爱佛 在事故中不想遇难 爱佛的妻子布兰文 伤心欲绝 当场就混到了过去 好在不久之后 布兰文还是顺利生下了 他们的孩子 而且这时修医也已经毕业 而且成绩非常优异 老摩根对修医寄予厚望 希望他能去读大学 将来成为医生或者律师 也算是件光宗教祖的事 这时修医突然说到 他想吃夹嫂做的催饼 不料布兰文却说 他现在已经不再做那种催饼 老摩根和妻子听得出来 其实自从爱佛遇难以后 布兰文内心总是带着 挥之不虚的伤痛 让人不敢触碰 母亲没想让孤独的布兰文 搬到这里住 但老摩根坚持传统 一个家里只能有一个家庭主妇 这时修医突然说 他不想继续上学 而是想当一名矿工 原来修医从小就很羡慕 哥哥和父亲能在矿上工作 老摩根虽然有些失望 但他也不想干涉修医的选择 后来母亲因为担心 儿媳布兰文一个人太过孤独 他就让修医住到布兰文家 然后给他做一个伴 修医一直就很喜欢布兰文 这也是他最高兴的事 其实修医放弃学业想当矿工 多少也是因为他想留下来 帮助寡居的布兰文 从那以后 年少的修医就当了一名矿工 担起了家庭的责任 而就在这时 自己的两个哥哥却突然被矿上截固 因为他们功力太长 工作太高 矿上不喜欢这样的人 两个哥哥无奈之下 只得离开家乡 另门生路 如此一来 修医四个活着的哥哥 就全部去了国外 姐姐哈特一家 当时也定居在南非 一家人就这么聆络各地 让二老不免有些孤独伤感 后来姐姐哈特一个人返回来故乡 但她没有回到娘家居住 而是住在了布兰大豪宅 有天修医特意来看望姐姐哈特 哈特本想询问修医 罗夫牧师最近过得怎么样 但话未说完 她又突然改口 问了修医一些别的事 修医好像知道姐姐的心事 最后还是告诉姐姐说 自从姐姐离开以后 罗夫就一直不怎么好 最近因为起早贪黑 经常熬夜 身体已经到不如前 这时女管家和女仆走了进来 哈特赶紧收起了眼泪 修医一下子看了出来 姐姐在这个富裕的大户人家 几时过得并不幸福 当时婆家有个年老的女管家 她看不起哈特这个 出身旷空家庭的少夫人 如今见哈特并不和丈夫一起回来 她便胡乱猜想说 哈特和少爷并不和睦 他真正喜欢的人是哪个牧师 结果这番话经过人们天有家促 竟然成了天大的仇闻 人们开始嘲笑摩根加 生出这么一个不见脸的女儿 那是修医第一次看到 父母脸上的表情那样的凝重 虽然罗夫和哈特清清白白 没有任何见过的人的事 但流言蜚语这么严重 罗夫不得不决定离开这里 他本想教化这里的信众 友善慈悲 文明开化 可终究事事与愿违 成年人不可能像年少的修医那样 总是带着一颗春暮天真的心 去看待一些任何事 他唯一的成就 就是修医没有被十足污染 依然保持着春天的心 临走之前 他将自己的怀表送给了修医当作留念 不料这时 矿上的警笛突然响起 又发生了一起狂难 几个矿工被升降机拉拉出来 但老摩根等人还在警下 这是那个拳击手站拉出来 作为摩根的老伙计 他愿意冒险下井救人 随后几个人也跟着下井 甚至连修医也决定去救父亲 随后罗夫也做上了升降机 这让哈特几感动又担心 虽然随后在警下 修医找到了父亲 但可惜的是 父亲被押得时间太长 他只说了一句修医是个勇敢的男子汉 随后就断了气 就这样多年以后 修医长大成人 他也决定离开故乡 到外面闯荡 而且再也不会回来 这里的一切背上美好的往事 从此都成了修医 惠之不虚的一抹乡愁 他温暖明丽 同时也爱上无奈 但修医都不会忘记 电影也到此结束 该片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平民的家庭实施 电影的整体基调 把握的恰到好处 里面的一股淡淡的乡愁 质服温暖伤感也美好 无论是老爷子对修医不求上进 只愿当旷公的遗憾 还是哈特和罗夫之间 令人惋惜的爱情 以及哈特婚姻的不幸 罗夫面对刘烟的气氛和无奈 疑惑是年少的修医 对布兰温那种懵弄天真的好感 影片都处理得非常得体 没有狗血 只有淡淡的哀愁 影片也没有特意放大苦难 居然接近矛盾 而是着重表现人们 面对生存难题时的勇气和乐观 这让影片呈现出一种 非常动人的积极向上的力量 让人唏嘘叹息的同时 也被那种力量所温暖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